美食 哇很多材料咧 还有鸡腿喔 難道阿乐今天要煮什么东西 喂乐 人家做什么 我在鼠颜 鼠颜做什么 你很闷吗 太无聊了 就是鼠颜 要尽做 哇你鼠颜你不会煮一道美食 给我们的观众看看 吃吃一下 OK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奶油鸡牛 首先我们的食材油 鸡腿一个咖喱叶 还有我们的小辣椒 还有我们的planta 还有英国咖喱粉 最后还有我们的生奶 将我们的鸡腿清洗 去除多余的血迹 还有油脂 加入少许的盐 糖 味精 还有半颗蛋黄 搅拌均匀 备用 首先将我们的小辣椒切粒 备用 接着我们准备起骨动作 将鸡腿前端 改一小刀 用刀尾压着骨头 将鸡腿拉扯 接着在鸡腿的下方 顺着骨头划一小刀 在鸡腿的尾端敲一小刀 接着使用刀尾 压着鸡腿骨头的后方 并且拉扯 拉扯至不能拉扯 就用刀在鸡的下方 顺着起出鸡骨 再去掉鸡腿尾端的骨头 用刀按着鸡腿 并且起出鸡皮 再用刀去掉多余的软骨 接着将鸡腿切成柳的形状 备用 将鸡腿加入事先调好的调味料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并加入少许的生粉 腌制至少15分钟备用 然后准备我们的奶油酱料 加入一茶匙的咖喱粉 170克的生奶 再加入一茶匙的糖 搅拌均匀 制成我们的奶油酱料 再奶油酱料 加入咖喱粉 能使味道更加出色 将刚刚腌制好的鸡肉 沾上酥粉 不需要加蛋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腌制过程的时候 已经加入蛋黄了 而且加入蛋黄 能使我们炸出来的鸡肉 呈现金黄色 接着 热油 当油温适当的时候 加入鸡肉 炸至熟 并且 呈现金黄色 在锅内加入少许的牛油 煮至熟 并且加入咖喱叶 还有辣椒仔 爆香 接着加入我们事先调好的奶油酱料 小火 煮至均匀 在煮的过程 必须开小火 并且耐心地煮至滚 不停地搅拌 不然会产生焦底的效果 接着加入炸好的鸡块 并且煮至均匀 将酱料和鸡腿 炮至均匀 就大功告成了 一道美味又简单 而具备着大马 代表性的奶油机 就大功告成了 奶油机技术总结 1.在煮生奶的时候不要开大火 这样会容易导致焦油的苦味道 2.煮奶油机可以加入少许的咖喱粉 这样会让整道菜有独特的风味 也容易下饭 今天煮的这道菜是什么 奶油肌瘤 我看了 漂亮 其实SS15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GOLD GINI 是勒 嗯 我还要喝咖喱也没有 我们的肉很香的啦 所以我们的奶油 我会带出那个咖喱的香味 我跟你讲因为我每次吃奶油机 我不喜欢是因为 它的奶油味重过咖喱也 我就不喜欢太奶油 太油味 你这样讲的话 我就想起来 你不喜欢喝牛奶 对对对 可是这个我试了很适合 它的咖喱也是重过奶油的味道 虽然它也是很完全的包装那个食材 嗯 我回家叫我们看这个视频 学来煮的 点是很简单 就是炸 然后调一个这样子煮至均匀 好煮至均匀 就倒了 但是我觉得要真正你给的那些材料煮 这样才可以煮到 味道带的更好 对 很棒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 订阅 按赞 还有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不要讲到说 谢谢